好 现在是署美要进行我们第三届第一次的我们市政总咨询 第一张power point是我们高雄变得不一样了 然后本期呢要在进入咨询的题目之前 先恭喜韩市长 在我们六月一号的凯道 所谓的赵氏竞选总统的起手式 办得非常的成功 也很振奋人心 那在这一次的活动结束呢 其实市民有去现场跟没有去现场 在电视机前面收看的一些我们高雄市民 一则喜一则忧 那不知道市长知道说他们喜的是什么 高兴的是什么 担心的是什么 因为从我们六月一号的造势呢 就可以看出说我们韩市长是受到我们中华民国人民多数人肯定的 那很多市民 当然包括在野党 他们会说 第一场造势成功以后 我们的韩市长是不是从此无心事政 只顾选举 这是大家所担心的 也是将来我们在野党 以及不支持韩市长 不支持国民党候选人的人 会提出来的一些他们的意见 那我在这边呢 我就是说我们韩市长常在讲说 呃 世上苦人多 我们一定要苦民所苦 因为你讲这一句话 充分的打动我们的人心 而且我知道市长一向在针对倾听市民的声音 包括你在不同的家庭或是不同的一些团体去睡一个晚上 真心的倾听我们基层 我们百姓的心声 这个是真的得到大大多数人的肯定 也得到了很多回响 就包括你去我们的育幼院 结果你看我们的善款就进来我们高雄市政府 要来帮协制 帮助这一些我们的育幼院的这一些孤儿 所以每一个点点滴滴大家都知道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就是你做得好 我们买成就对中生给你 那么你有这么好的地方 当然特贵我们议会的这孙 已经一个月这孙时间 我相信不止市长 以及我们市府团队每一个局处首长 都会把我们市议员针对市政府 应该改革的 应该要努力的 希望把议员的意见都听进去 尤其是我们应该 以一颗我们市长讲过的 效忠国家 真心服务百姓的心 来经营我们的市府团队 不知道市长有没有认同本席讲的 请市长答复 来市长答应 谢谢陆苏美副议长的关切 我再一次重申 感谢将近90万高雄市民朋友投票给我 让我担任高雄市市长 在任何情况之下 我对高雄市民的感谢 对高雄市民的关心 以及我绝对对高雄市民 一颗福德心不会改变 这一点我一定要重申 这个饮水十万头 吃几只拜求头 所以对高雄市民朋友 我充满了关心 那事实上 刚才上面一位议员咨询我 也是一样 说蔡英文总统希望我关心市政 关心高雄 我是不好意思说 所有这些台面上的人 有志于2020的 所有这些人 我不晓得 起码我跟蔡英文总统比 我肯定要比他更爱高雄 这是我很有信心的 我在高雄市这个城市 高雄市的市民朋友 我充满了感情 也充满了感谢 这一点请陆树美副议长能够了解 那我们未来能为高雄做多少 高雄经济冲起来 我们我个人这个团队 一定不会忽略市政 我们一定会继续的冲 一天当两天用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市长 我们也很高兴说 我们国民党终于不一样 不是高雄不一样 是国民党也不一样 这一次总统候选人 有四五位非常优秀的党内精英 包括韩市长都要出来竞选 我们国民党的初选 这是我们非常乐见的 尤其是两位候选人都在高雄市 也是我们高雄市市民觉得非常有荣誉感的时间 也是让我们觉得说 我们高雄市真的是人才积极 这个都我们非常高兴愿意乐见 那为什么今天韩市长在执政短短五个多月 我们的市民 我们的中华民国人民 就有期许说 希望你职攻中央来竞选总统 那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蔡英文政府 在这三年多来 让我们中华人民 不知道要走去哪一个方向 让我们国民 从一例一休 从我们那个公投被否决 等等军公教改革 我们实在是忍不住了 没有一个国家一个领导人 把我们人民的心声 我们的需求都丢在一边 只把他自己要做的 真的是刚刚成如我上一个议员讲的 执政真的是庆竹难输 让我们的百姓忍无可忍 所以今天才有这么多人 包括他同党都有对手 要起来跟他竞选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民主政治 最高的表现 就是一定要重视民意 那我们现在进入主题 我为什么说高雄变得不一样了 从市议会开始 每一天的咨询 我们有SNG车在外面 我们每一天有记者的关注 有我们中华民国的电视台关注 有全国海内外的华侨 在任何全球的地点 在关注我们高雄 所以我们高雄真的变得不一样了 我从小在高雄长大 我从政三十多年 高雄在长期民进党执政下 他给我们的印象 就是市长在竞选市长的时候 说了一句又老又穷 突然间让我们觉得说 高雄真的是又老又穷 然后呢 我小时候呢 常常民进党在那个造势的场合 唱的歌 就是 红红的高雄 比前的虾气 还有一个美丽岛事件 说是桥头 我们是民主胜地 那我从小的印象就是说 我们高雄真的这么悲惨吗 我们的命运就要一直这样走下去吗 后来韩市长在竞选的时候 让整个氛围都不一样 每一个造势场合充满了欢乐 包含影响到我们每一个议员 的竞选场合都也变得都不一样 我们不需要很高亢的来攻击对手 我们也不需要营造一些很悲情的一些选举氛围来赢得胜选 所以这一点我真的是要代表高雄市民 代表我的选民 好好的谢谢韩市长 谢谢你 那市长呢 你又说 货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 我们要打造高雄成为全台首富 那当然就是成为我刚刚讲的前提 市长你都要去竞选总统了 那你要打造高雄全台首富 我在这边也要请教市长为整个两百七十七万多的市民 请教市长 本来你这个口号 你预计以你的执政方向 是要几年以后 我们高雄市才能变成我们全台首富 请市长答复本席一下 市长当然 谢谢陆苏美副议长 我们先反过来看 高雄有没有条件变成全台首富 有没有资源 有没有筹码 可以的 这是反过来问 然后正面来看 再来就是高雄如何成为全台首富 我一直在思索高雄问题 大概思索了大概一年半 我深深感觉到高雄太可惜 好多资源 好多条件 都没有发掘出来 这是我的惋惜 第二 我觉得台湾岛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高雄这么多年来 本来就应该要把政治跟意识形态的干扰 束缚 丢到九霄云外 所以您刚刚说 你从小到大 看到选举就是红红的过用 我就是悲心的识心 高雄人被笼罩在一个 无形的 悲情的 沉重的 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 我们把它抛掉 我们恢复到我们原始的本质 高雄人就会发现 原来我们未来是这么的美好 高雄市要成为全台首富 以现况 高雄市政府的财政是全台湾最差 我们资本门没有这样子一百块只有十六块钱 扣掉中央的补助 一些其他 我们只剩七块钱 一百块只有七块钱可以建设 这怎么变全台首富呢 这个财政这么差 不是我韩国员 是民进党执政几十年下来的 我们去年铺路 我再讲一遍 花了十几亿 前瞻计划铺路 一场大雨五千个洞 我们新团队 真的是大家拼得要死不活 已经重新包平 重新建一百三十三条路 但是得不到掌声 民进党议员继续批判我们 我们做得这么认真 再来闭案 现在欺负案 接下来气包散款 接下来政治增防 有这么多的案件 萦绕在高雄 难道高雄不觉得累吗 我们把这些都抛开 超越政党 大家携手合作 市政府 市议会 人民 未来的高雄 一定有机会全台首富 所以现在四个一 我们第一个 高雄一定需要一座 二十四小时的 现代国际化大机场 没有国际化大机场 高雄没有办法 第二 如果台湾实施 自由经济贸易区 只有一个 拜托放高雄 我们现在全世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全世界有四千五百个经济特区 亚洲九百 亚洲九百个 有五千万个劳动力 全亚洲 台湾一个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说自由经济贸易区放高雄 高雄会变 第三 为了八千亿年产值 未来我们一定 以前称石化专区 现在叫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区 我们高雄一定要 有两万个工作机会 第四 所有的交通路网 全部做好准备 我上个礼拜接到新加坡团 明后过两天又是香港要来投资的年轻团 他们看好高雄 因为潜力大 所以我特别要跟陆苏美副议长报告 高雄一定有条件 像美国的纽约 像大陆的上海 我们不要再被政治干扰了 太多年了 几十年了 高雄人不快乐 高雄人心情沉重 我们这样都是很傻吗 所以我觉得中央政府 要有良心 真的现在要帮助高雄 一百块现在只剩七块钱 怎么建设 太严重了 所以我觉得高雄一旦把这个 无形的意识形态 无聊的这种政党对抗 无聊的这种蓝绿恶斗撇开 高雄市民恢复到快乐 然后吸引各商们资金过来 中央大力来补助高雄 高雄一定会变全台首富 多少年 不晓得 但这个方向跟目标一定可以达成 好吧 谢谢 因为你六月一号 在那个造势活动 你有讲一句 也是我们那个新闻的标题 你说为了中华民国 你会粉身碎骨 我们不要你粉身碎骨 你讲了这一句以后 本席接到很多电话 就说你要请市长身体照顾好 所以不要你粉身碎骨 我只要求你 把你讲的一定要兑现 当然你现在没有办法回答我时间 那我是希望说我们一起朝这个目标来努力 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标 这样市长你能够承诺吗 不管你在任何职务 你可以承诺吗 你回答一下 谢谢陆苏美副议长 再一次感谢高雄市民给我这个机会 我一定会全心全意为高雄服务来打拼 我们一起来携手合作 谢谢市长 因为本席也告诉大家 我的竞选口号叫做一个承诺 始终如一 所以我希望说任何一个政治人物 包含市长将来不管在哪一个职务 我希望你答应的事情一定要做到 这个也是本席也会一直盯着你 不管你到哪个职务 我相信我本身不行 总有人或是我的朋友 也会一直盯着你 然后呢 本席在要咨询这个以前 我来问一下 我们的局处首长坐在现场的 你们是从前朝的市政府 有机会坐在这边 然后现在还是坐在这边的 请举手 让我们市民朋友知道一下 请举手 很多嘛 十几个嘛 好请放下 那我再请一个代表性的我们的杨秘书长 请你简单答复本席 就你的感觉 我们前朝的市长跟现任的市长 他们的领导风格 或是一个领导我们市政府团队 有什么不一样 请你简单告诉本席 谢谢议长 谢谢副议长 那当然了 在技术听 我也不能够讲得太肉麻 但是 我在市政府总共历经九任的这个市长跟代理市长 那我觉得他们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 跟他们的人格特质 但是呢 我在市政府五个多月以来 我近距离的接触我们的韩市长 那我是个人觉得我们的市长 他是一个性情中人 那么也是一个胸襟开阔 那队内他充分授权 那么也尊重我们的首长 这个大概是我五个多月以来的一个观察 好 秘书长请坐下 这是你的观察 那我们进入主题 我们全球移居城市排名 大家请看一下 那我请教我们研考会主委 这一些国家 这一些城市 你去过几个地方 请主委回答 澳大利亚 瑞士 大概加拿大的几个 三个地方 去过三个地方 那三个都是我们全球移居的五大排行 这个本席从2017年一直到2019年 然后请我们主委请坐 我为什么要把这个全球移居城市的排名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在统筹我们市政府团队 我们将来要把城市带领到 哪一个阶层 哪一个方向 我们要成为全球注目的我们的一个大城市 让全球的人都愿意到高雄来居住 这个不管哪一朝的政府都是朝这个目标在努力 因为很多市政府团队都跟本席讲说 要营造我们高雄市成为全球移居幸福的城市 所以我才问我们的研考会主委 因为你算是我们高雄市政府的火车桶 全部的局处首长 他们不管预算也好 不管任何执行也好 都由你来统筹本席是希望说你要去借进这一些我们移居城市的排名这些城市 你如果还没有去过的本行希望你在我们大会开完之后有机会全部的城市都去走一圈 把你的团队应该去的都一并去看一看 人家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会一直名列前茅 这样子我们高雄市才有办法去跟人家竞争 包含我希望官方局长你们都一定要去 为什么小小的一个地点可以引起很大的回响 为什么我们全球的人都愿意到这些城市去旅游 而且说不定也喜欢去那边定居 我是希望说我们事务团队你们要有一个远瞻的计划 因为市长讲的全台首富一定要时间 我知道我们要成为全球宜居幸福的城市 这个也是要时间 可是我们的努力一定要让我们市民都看得见 这样好不好 主委这样好不好 可以不可以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谢谢副议长 那我们未来的高雄我也希望说在我们韩市长的团队 全部一起努力之下 真的让我们会充满希望 会变成一个幸福感十足 大家愿意来居住的幸福城市 我希望市长也应该跟本席一样 我们一起朝这个方向来努力 市长请你简单答复一下 再次感谢陆树梅副议长 我们一定会往这个方向 而且讲一句不客气的话 高雄要是没有办法经济冲起来 我相信高雄人一定咽不下这口气的 因为我们有条件 你说今天是金门 金门最关键就是金门高粮酒厂照顾好 一年几百亿的收入 然后把各方面做好 但是他没有办法变全台首富 你说澎湖 你说花莲台东 他不容易变全台首富 他可以让老百姓日子过得不错 但他整个工业产子带动不了变全台首富 可是高雄可以 高雄有这个条件变全台首富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做到让高雄经济起来 我相信高雄人 转对不甘心 一定不甘心 所以我这是我们一起来努力 谢谢 好谢谢市长 希望你对本席的承诺 你也应该一定要努力继续做得到 那本席在跟我们事务团队跟你们报告一些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央口口声声说 我们要国土重新规划 然后呢我们要缩小城乡的差距 那本席的选区里面就有很多 我们原来在农地 可是呢因为时空背景不一样 他们的经济也不允许 所以很多我们的农地上面就有盖一些小型的工厂 然后我们中央的法令呢 就是很奇怪 每到选举的时候都会开出一些 让人家不可思议空头的支票 然后像之前不久 我们行政院也说 我们的农地工厂要就地合法化 本席请教我们的地震局局长 请问农地工厂就地合法 是地幕要把它变更为工厂用地吗 请你答复 谢谢议长 谢谢陆副议长 他如果是要土地要符合使用 土地使用的一个分区的话 那当然要从那个特地工业区变成一般农业区 然后再变成工业用地 就是丁种建筑用地 他才有办法做这个 那目前中央给你们的讯息是会变吗 会帮他们变吗 我们目前在区域计划到 过渡国土计划这一段时间里面 有一些这个 金花局所主管的这个工厂用地的这部分 他有一些检讨 那是从特定农业区 变为一般农业区的这样 然后再过渡到丁种建筑用地 至于以后要申请到合法的一个 这个工厂使用的话 那必须还要再经过全管机关的一个核准 本市认为啦 我们这个 你请坐哦 居然 本市认为说我们这个农地的工厂就地合法化 真正是头头好 阿Q头头脑 我们的中央就是给我们欧白公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吗 你们请一些我们的这一些农地的工厂先来办 灵灯 灵灯办了我们给他收回馈金 那回馈金要收到什么时候 有一个期限吗 也没有吗 我们金花局长是不是也没有吗 那没有你什么时候保证他能够变成就地合法 是不是夸大其词 睁眼说瞎话 国土重新规划 第一条内政部 就是农地农用了 那你叫我们这些工厂去缴一些回馈金 缴到最后不能保证我可以就地 变成工业用地 变成合法真正的工厂 你不是在欺骗这些小型工厂 这些愿意接受辅导工厂 善良的这一些真的善良的老百姓吗 本期也真的是听不下去也看不下去 我们一个有为的政府不应该这么做事 如果说你们是有担当的政府 从中央开始照理说我们要来检讨 这些工厂位置是不是适合 把它变成我们的工业用地 进而来扶导他们 那很多目前购买工厂用地的人 他也不会说那他在农地盖 你来辅导他合华 你叫我去买一瓶十几万的土地 这样对我也没有公平正义 那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检讨说 如果可以适当的把它变成工厂用地 我们可以逐年慢慢的 请这些厂商把一些钱回归到我们的政府 让他的土地能够像我们现在 我们内政部有把那个土地都可以 在我们公告网站上面 就是一些合理的价钱 慢慢的来拟平一些全部工业用地的价格 这样才有一个公平正义 我希望这样子做 我也相信这样子做 可以得到我们全部 我们这些人民的认同 也不会说你们政府大省心 选举一家就开一些 五四三的纸票来欺骗选票 本席是非常不愿意见到这样子 不管任何一个政党执政 不管任何一个人来作为国家领导人 我都希望一定要把这个目标确认 不要再欺骗老百姓 那本席再说土地使用争议 像本席所在的我们的选区里面 很多都是偏乡都是乡村型的一些社区 然后这些社区呢 大概房子从大概三代就开始盖 住了三代 结果那些土地呢 早期我们的农村全部都是农地 没有办法有建筑用地 只是一些以前大概作为我们的基设 我们的农社我们的一些什么饲养的这一些有农业设施的才能变更变更为建地 这个对于我们整个我们的城乡差距非常的大 而且损失的权益非常的大 像我们在那边住的那么久 我们的房子全部都是还是农地编定还是农地 没有办法申请建造也没有办法申请合法的使用执照 可是呢我们税捐处还是依法来给我们磕税 大家觉得这样公平吗 让我们的城市发展有帮助吗 完全没有帮助 所以本席在这边也希望借由这个时间 跟我们都发局地震局我们相关局处 你们好好的来检讨这个问题 是不是到每一个那个城乡去看一下 是不是存在什么问题 我们来做一个总整体的来规划 这个将来迈向我们全台首付 我们宜居幸福城市 这个也都是必要的 从土地开始 拜托大家 那本席呢 在这一次全部的议员咨询 从我们部门咨询开始 从韩市长来就任开始 大家都一直担心 我们有三千多亿的负债要怎么解决 那韩市长 你聘了一位 我们非常对于这个财政 内行的我们一个李良坚局长 我也希望说局长是不是简单答复一下 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三千多亿的负债 让市民朋友知道一下 你有什么好的一些方式 好的方法 请你简单答复本席 财政局长 好 议长副议长 那其实三千多亿是我们去给他盘点出来 包括财政部的应该要列出来的 的公告债务加上潜在负债 当然大家都知道四个字叫开眼跟节流 那市长来也很努力啦 就是招商引资是退于我们地方税收会有增加 当然也很多要中央去配套 包括修改财政收支发文法 另外内部的部分 我们也必须要检讨一些归费 还有一些人事的支出 相关社府的支出 都必须要去做节流的动作 另外我们既有的一些公有的土地跟设施 比如说我们李副市长来针对我们的魂化炉 就希望能够改变一些企业方式 让市政府的收入能够增加 其实要齐头并进 但是三千多亿不是说韩市长来了 三千多亿一下子就能够解决 我们的首要目标先要达到财政收支平衡 这个是第一个目标要先达到 如果这个部分达不到 那是根本没法去还在我 好那局长你先请坐 你讲到重点了 为什么韩市长来了 三千多亿大家开始 觉得他很受瞩目 开始紧张有三千多亿的负债要怎么解决 因为大家觉得市长是一个 有能力来帮大家解决的市长 本席从政以来从来没有当过执政党 你知道我的选民对我们的市政府 对本席希望多高吗 他们希望说我们所有 我们议员反映出来的问题 一些乡亲关注的问题 都藉由我们市府团队能够 在短时间之内看到成效 这是我们共同期许的 所以我刚刚听了我们李局长 针对我们的负债要解决的办法 已经有一套你的想法 我也希望说你也要朝着赶快 来把这个三千负债解决 这也是本席对你们的期望 然后本席再请教一下我们的环保局员局长 因为你是那个空屋的专家 那市长聘请你来 是要来解决我们高雄市空屋的问题 那本席请教你 我们高雄市有需要市做魂画炉吗 你简单答复本席一下 来环保局长 谢谢议长 还有谢谢副议长 就我们高雄市自己所产生的这个家庭的垃圾 跟这个事业废弃物 就总量而言 当然是不需要市做这么多的 那魂画炉会造成空气污染吗 会的 会吗 你认为不需要吗 好 那你先请坐 本席凸显这个问题是怎样 因为我们县市合并之前 原来的高雄县有两座魂画炉 高雄市也有两座魂画炉 结果合并以后变成有四座魂画炉 结果很多外县市的一些事业费器物也好 一些家庭垃圾也好 全部几乎很多县市都跑到我们高雄市来 结果呢 我们也没有说 有一个很好的防治措施 说我们希望说你们低污染的 我们帮你们浑烧就好了 那高污染的希望 你们不要进来 我们也没有这么有效的管控 那我们魂画炉呢 应该要如何的营运管理 因为据本席所知 我们人武魂画炉以及钢山魂画厂 是不是都即将跟厂商签约到齐了 我们请局长答复一下 人武跟我们的钢山 来 局长答案了 跟副议长报告 对 没有错 明年跟后年 这两个厂分别就要 因为他已经营运了二十年 合约到齐了 那就是后续的那个十五加 我们人武是什么时候到齐 人武是明年 那钢山呢 钢山是后年 好 你请坐 据本席了解 这个魂画炉也是算是会赚钱的机构 好 那本席也在这边给你建议 如果两座魂画炉到齐 我们市府要考虑把他让我们市府自己来经营 我们不需要再委外经营 不需要去签订目前那种不平等合约 本席是期望说我们市府可以委任 我们可以聘请一些专家来我们市府团队里面 帮我们来专责管理我们的魂画炉 让我们的财政可以增加收入 我不知道我们那个 那个我们的环保局长 对本席的建议有什么意见 局长请答复 我想这个对副议长的这个建议 我们来审慎评估了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时间也是很紧凑 时间是非常紧凑 因为他合约马上到齐了 明年跟后年不紧凑 没有我们现在都已经在作业了 都已经在作业了 因为他这个 已经在作业不能修改吗 有这种事情吗 我们来评估 好局长你请坐 我是希望说 不要让其他的议员 也在议书听说 会贪钱的东西 你条件要让别人做 不然我们自己做 这就没道理了 我们也不能接受 我是希望你们朝这个方向去做 会赚钱的我们事务自己做 当然我们要以控制低污染为原则 那可是会赚钱的行业 我们为什么不要做 我们财政这么困难 是不是应该这样 那另外呢 本期在跟我们事务团队讲 我们的活化厂 远埋厂以及污水处理厂都是有回馈金的一些机制 那这些回馈金的机制 到底要怎么合理的分配使用 这真正是一门大学问 像以我们刚才来讲 我们除了所在地 那其他的 我们还有 相以前的乡政公所以及县政府 那本席觉得这个时空背景都已经不一样了 我希望说以前我们的政公所乡公所有代表会可以监督 他们使用任何的预算 那现在这一些都是变成官派的驱公所 而且县市合并这么久了 我是希望说我们市府的相关单位能够把本期刚刚讲的这三样的回馈金统一来整理一套有效 而且合理分配使用的我们浮化卢掩埋厂以及我们的污水处理厂这些回馈金 你一定要把他分配好 要让他这样慢慢出源 以前呢本期跟我们环保局要资料 你们送过来的资料说你们钱怎么花 结果你们补助任何的团体 本期每次算出来的钱都跟你们送给我的都不一样 而且像我们刚刚去公所来讲 他把红化卢回馈金拿去办灯会 本期觉得灯会跟回馈金 一点都扯不上关系 我也希望说你们把这个分配的比例 重新好好再检讨一次 我当然没有要求你马上要修改好 可是至少让我觉得你们很正面的发现问题了 赶快把它处理好 不要说把它当成是私人的小金库 你跟我好的我就给你 你跟我比较没有那么好的 那对不起 我就是不能给你这些申请补助 我是没希望有这种差别待遇 所以希望你们好好针对我们这三样的回馈金 好好的来检讨 那另外呢 市长你在选举的时候 你有开十大支票 你简单的答选本席 你这十大支票 做做了几样了 大家觉得说你有可能会跳票 那你在这边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 谢谢陆淑美副议长 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五个月来 我们快速做了几件事情 我大概花一分钟报告 第一个我们落实了路平 大概133条的道路 第二个我们观光旅游 刚刚是大概成长了20% 农余的订单或出去 一到五月份的订单 将近93亿左右 目前实际外销 已经超过10亿新台币 第四个我们招商引资 一到五月份企业投资 洽谈大概有3000亿 具体落实投资 大概有600亿 那青年局 已经筹备处成立 10月1号正式会成立 那我们空气品质改善 持续在抓紧这个工作 目前为止 我们第一季的空气的品质的良率 大概有54% 可是呢46% 高雄市民朋友还是不满意的 所以我们继续会抓紧 空气污染的品质 再来关心关怀弱势族群 我们去募了很多的善款 一直不停的 在帮助各个需要 包括今天下午 两点钟会成立全台湾第一个 未婚妈妈的珍珠之家 这些未婚怀孕的少女 不要害怕 我们今天在高雄会下午正式成立 也是善心人士 捐款很多 再来我们经济的动能最主要的表现 也是我最在意的市民朋友的荣誉感 至于其他双语教育 然后我们爱情产业链 像这些所有做的事情 其实都在这个包含里面 其实现在我们高雄的建筑的开工率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大概71% 那高雄光三月份 我们房屋的移转率第一季 也是六都第一名 高达16% 春节期间到银行领钱的ATM的零款率 也是全国第一 再来高雄定房率 目前是全亚洲排名前五名 也是全国第一 那我想特别跟副议长报告 这些十大政见我们荣进来 刚刚陆陆续报告 我们是希望能够让高雄市民朋友 能够真的过好日子 未来高雄市政府的新团队 会持续的推动 那十大政见这个出来 我们绝对像青年局双语教育 今年都已经开始了 埃及产业链爱琴的这些至少有两到三家 希望看可不可能在爱河旁边盖所谓的摩天轮 包括爱琴的公园爱琴的雀桥 这些都有在推动 还有爱琴的很多相关的产业 那事实上这段时间来 在无形方面 就是高雄市民朋友觉得被重视 这是无形的看不见 所以高雄市民朋友现在有一种光荣感 那这种感觉不能消退 一旦消退 我们高雄市民的动能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很重视的就是市民朋友 大家的感觉 未来的高雄是不是欣欣向荣 所以我每一次跟研考会研究 就是要注意高雄市民朋友的光荣感 好吧 以上陆陆续与跟副议长简单报告 谢谢市长 其实有议员也曾经咨询你 你这样答复他 你说将来假设你有荣幸 可以得到中华民国人民的支持 当选总统以后 你会在高雄上班 不会离开高雄 你有这样讲吗 那本期的感觉 我是希望说一个领导人 我们的人民不会在意你在哪里上班 我们是在意你的心 有没有放在我们老百姓的身上 你是不是真的如你所说的 你会将心比心 然后会苦民所苦 然后知道国家要带到哪一个方向 这才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人民所希望的 我们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 我们是希望你永远不要忘了我们高雄市 而且永远也不要忘记你开的支票 你做的承诺 这是我对您的期许 那本期呢 在市长 也是在6月1号 你讲了一句非常好的话 叫做把适当的人放在适当的位置 那本期是希望说 藉由这一次的我们的议会结束完之后 大概我们的局处首长 包括没有来备训的一些官员 你应该都好好了解 已经知道了 是不是他们有在适当的位置 是不是有做适当的事情 我是希望说将来你调整过后 大家会用 加倍的严谨的来监督你 因为大家知道你已经目标要选总统了 我们不要让人家觉得说 我们市长真的无心事政 就是在拼选举而已 这也是我们不乐意见的 我是希望说把高雄市带领的更好 让你有机会去当选总统 这才是我们高雄市民所希望的 本期是这样跟你分享 那另外本期也要告诉我们的财政单位 我们高雄市政府虽然负债三千多亿 可是你们千万不要说 我们的负债要从我们老百姓的身上 去当成提款机 因为从本期县市合并开始 我们议会一再的非常在乎我们的交通罚款收入 你们每一年的编列大概都是十几亿以上 那你们编列了以后 我们警察单位当然会要求我们的基层远景来达成这个目标 这是本期不乐意所见的 因为我们交通除了酒驾应该要严格取缔 而且不能容忍以外 其他的我认为像我在乡下 我们一些长辈大概七八十岁 去菜市场买个午饭 去买个菜 那你也要严格执行 说我一定要严格执行你交通违规 我怎么样 本期是希望这一个 道可不必 因为市长讲的事上苦人多 你不要对背谁出嘴 你把这个交通罚款 把他设定为十几亿 每一年都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 我们的基层远景 一定要达到他一定分贝给他的额度要开到多少 我不希望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从102年开始我们编了10亿 结果呢我们的决算数就收到了16亿 我们103年也是10亿8千万 我们也收到16亿多 104年15亿 我们也收了16亿多 还有我们的105年15亿也收了16亿多 我们106年15亿也收了16亿多 107年都一样 你看你没有编那么多 他的收入比原来编列的还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的市政府 一定要要求达到这个罚款收入的目标 本确是希望在这里 跟你们说 不要以这个为目标 像我刚刚讲的建议就非常好 我们可以把赚钱的拿来做 不会去影响任何人 你不要把这个真的对基层的老百姓影响很大的 有时候你给我开一个罚底安全罚五百块 对你们来说没什么 对一个阿伯阿伯来说 他不能贪钱 他会怕你死亡 他要给你罚这张五百块 所以我希望将心比心 那本期是期望 我们高昂市政府 是跟市民朋友一起来努力 要达到我们所设的目标 不要说 我今天在我这个局 结果呢 我是来当官的 我不是来服务百姓的 不要有这种心态 我语重心长这样讲